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预备心 来开始我们的敬拜 让我们一起莫道 是的主 感谢你 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 主啊 你用喜乐的吸灵 再次充满了我们 主啊 你是生命的泉源 你是生命的愿望 我们在你的宝血中获得自由 求你来充满我们 感动我们 复兴我们 开我们的眼睛和心灵 让我们可以瞩目地 仰望在耶稣基督上 主啊 这时候我们要 开始我们的敬拜 让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地 献上我们真实的敬拜 主啊 求你来充满我们 来掌管我们 这一段时间 让我们把心导空 好让可以来聆听 主你的话语 是的 因为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如此祷告 奉耶稣的圣名祈求 Amen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 以这一段诗篇一百篇 一至二节 做我们的敬拜前的宣招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 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是的 让我们来一起 开始今天的敬拜 来让我们来唱今天第一首诗歌 养生欢呼赞美主 来让我们一起 以轻快的歌声 来换唱这首歌 养生欢呼赞美 称颂我的王 高声颂养 欢唱 哈利路亚 来到主宝座前 称颂赞美他 我们活不喜乐 来到圣地面前 你是创造主 你是心拯救 你救赎我 你是主 最大的一生 你是丰盛自主 你是我的母者 引领我 耶稣我君王 我赞美你 让我来唱多一次 养生欢呼 赞美 称颂我的王 让圣风葬 欢唱 哈利路亚 来到主宝座前 称颂赞美他 我们活不喜乐 来到圣地面前 你是创造主 你是心拯救 你救赎我 你救赎我 你是主 最大的一生 你是丰盛自主 你是我的母者 引领我 耶稣我君王 我赞美你 你是创造主 你是创造主 你是心拯救 你救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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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主 最大的一生 你是丰盛自主 你是我的母者 引领我 耶稣我君王 我赞美你 是的 耶稣我君王 我赞美你 来让我们来唱 第二首四歌 第二首四歌是 我们呼求 我们呼求 是的 祝我们同心在你的面前 以祷告神求里面 让我来唱这首四歌 祝我们同心在你面前 以祷告神求里面 我们专利所有的二行 定义淡淡淡跟随你 祝我们是属你的致命 求持下父神的心 我们要会转向你父神 也要看见父神 也要看见父神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 舍利你宝座在这里 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 封住命的呼求 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荣耀高居你的神明 复兴着地全能的君王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祝我们同心在你 面前 一道高居寻求里面 我们专利所有的二行 定义淡淡跟随你 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 求你来掌握全地 愿你来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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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 封住命的呼求 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荣耀高居 荣耀高居你的神明 荣耀高居你的神明 复兴着地全能力 今晚我们欢迎你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 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 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 封住命的呼求 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荣耀高居你的神明 我们呼求你阿爸 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 祖宿着地全能力 君王我们欢迎你 福醒着地全能力 君王我们欢迎你 福醒着地全能力 福醒着地全能力 是的 复兴这地 真的是我们都很欢迎 欢迎下次弟兄姐妹们 再次回到教会 再次和大家一起见面 线上的牧师 弟兄姐妹 大家足利平安 我国大马人民 在疫情和管制令的困境下 今年9月头一份报导 原来7月份有超过 778200人失业 不是古迹的十万 人民生存受到如此大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6、7月 国民会举黑白旗 是由网民先发起举白旗运动 让身处困境的民众向外求助 物资读过难关 而非选择放弃生命 另外 非政府组织 呼吁人民挂起黑旗 向政府表达民怨 一直以来 好些教会已经坐着社区关怀的 这时也增加救援 本堂朱牧师也有组织团队 分发干粮 我们虽已来到后疫情的时代 国民接种疫苗已经超过半数 但世界疫情反复 而且四位最新的公布 以后人民要以独共存 有可能这就是 但是我们不要绝望 呼吁过简朴的生活 要靠主 要靠主面对他 读过每个难关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欧的神 感谢你的恩典 看顾保守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 每一个家庭的平安 求主继续引领信徒 在这风雨路中安稳地读过 前面的难关 也求主顾念安慰这许多生病 世上无依靠的人 让大家在这充满不安 和不认识真神耶稣的人生彷徨中 早日得着你的真光 引领和救赎得安慰 祝福这聚会中听到的人 求圣灵亲自做感动的工作 使我们都肯学习 跟随主爱世人的榜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教会牧师安排今天的题目 是关于社区与教会关怀 等下我也会谈到 本地双西大年各形式的群体 我们看我们的神是顾念人的神 这幅图画的主题是四岁 这幅画的画家米勒 绘画着十七世纪 欧洲许多信徒拥有地的农产地主 他们承传着基督教的就业教导里 有关神顾念贫困者的信仰 画里我们看见农夫们收割后留下的这个卖力 那些社区附近贫困有需要的人 可以自由地到来试取各剩下的卖力 早在就业 多处已有记载神如何纪念贫困的人 如路德记中 我们看见记载四岁的生活事迹 这是根据就业律法中 保护穷人和弱势百姓最重要的事之一 在立位纪十九章 生命纪二十四章 和出埃及纪二十三章 都提到以色列 是卖税和祭平的律法 特别是在他们的地 收割庄稼的时候 不可以各进田窖 也不可适取所鱼肉的 不可以裁净葡萄园的果子 也不可适取葡萄园所掉下的 要留下给穷人和寄居的 当他们打橄榄树 之上剩下的不可以再打 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采葡萄园的葡萄 所剩下来的也不可以再采 这是神特别为了顾念穷人 和边缘化的百姓 要为他们提供帮助 在新叶 其实当我们提到社区的群众时 不只是贫苦和边缘化 弱势的群体而已 社区是由一群不同文化 种族、语言、宗教、教育背景 和从事着不同的工作 去生活在同一个区域里面的人 不论他是贫富 在新叶 主耶稣在不同群众的社区游走 时常接触不同的人群 各行各业 不分阶级 我们看见 主耶稣走遍 这一个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庄稼 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 9章35到38 当年主耶稣让我们看到 他道成肉身 活在社区人群中 他不只是传讲 我们的神 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 他是主动行动的主 他不只讲 他也做 他的爱 在他走遍巴勒斯坦 讲道中 主看见了 他的心就怜悯 主动的把恩典 分享出去给大众 他也医治 当时那些受控股 流落的居民 主不只顾念 人肉体上的需要 他更深入 让人得着 丰盛的救赎生命 所以主也呼吁 我们信靠他的人 神的心意 希望有更多的人 效法他的榜样 在实际的行动上去 帮助社区 社区有很多 未得的民 都是不认识神的爱 和未听过福音的庄稼 全世界是我的牧区 说这句话的是 英国十八世纪 一位实践神学家 他是魏里中的创始人 耶和魏斯里牧师 也是基督教神学家 他将神学观念 实践运用在 服务社会的活动上 他们的团队 时常去走访 看望 厨范 病人 帮助社区 有需要的人 不论他们是贫富 在当时工业化的潮流 大量工人 流到城市的这些游民 很多因为贫困 然后犯罪率很高 政治动荡的 这个社会当中 他改变了那时代的社区 群体的生活 帮助他们寻找到生活目标 并让他们产生归属管 通过他的帮助 许多的人得到提升 在双西大年 有很多社区群体的需要 双西大年也有200多千人口 是吉达州最大的城市 它是国内主要的工业城之一 Kwara Muda这区域 华人也有84,900多人 占了18.6% 马来人占有62.7% 英语有14% 这个市区主要可以服务的 除了资源 派粮救助 课业补习 探访关怀 心理辅导 服务 还有探访长期病患关怀等等 这几年 我在观察和参与一些社会服务时候 发现在双西大年的这个社区 有很多样化的群体 当中有很多 我们大家都很常见和熟悉的小饭摊 有饮食业的 巴萨摊 爆摊等等 另外也有几间政府和非政府的特属学童中心 在附近其中有一间是教会会有义务管理的 他告诉我们 他也很需要多几位的义工去帮忙 他们会提供 指导 如何看顾这些弱势的孩子 若你们当中本地的有意识想要协助的 可以联络我 社区当中也有难民 我国虽然没有难民营 但却有不少的难民居住在我们的社区里 我接触到的是 他们最大的问题是除了工作和居住以外 还有就是孩子面对交易上的问题 他们的孩子无法像我们国民一样 可以上政府的小学和中学 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的南亚和东南亚的客工 在我们的社区里面的工厂工作 双西大年工厂超过几百间 主要的工业区如 Tikang Batu Tamaria Tamaria Jaya Bakaran等等 都有很多各国的客工 他们也面对着他们各自的问题 我们也有贫困的学生 双西大年至少有七间小学和七间的中学 他们的问题主要是在行为和课业上 有些学校会和义工合作 协助他们在这方面的进步 单亲家庭也很多 在社区里 几年前我参加了某个政党的一个单亲活动 出乎意料之外 也有两千多名的这个单亲来报名 社会上的这个离婚率也越来越高 这两年有很多的夫妻 因为疫情潮汐相见 所以变成反目成仇的 闹离婚的也增加 今年五月份有个统计 国民登记局属下的这个婚姻 中裁庭成员 接受这个东方报访问的时候说 全球各国疫情反复 世界各地的离婚率也不断的判升 失业金钱家暴是导致婚姻冲突的最常见的原因 大马的离婚率从2019年的12% 上升至2020年的30到40% 所以有时候在社区里面 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的这样子的单亲家庭 他们也很需要帮助的 那双西大年有不少的青年边缘群体 残障中心过去我参与他们的活动中 知道他们当中有几百位的会友 有些是做轮椅的 有些是面对各种各样 不同的疾病的社区中 我们还可做的 还有就是医院探访 还有病患关怀 另外最靠近我们教会的有监狱 这个我们教会各地的 我曾在圣诞节的时候 组队进去 因为在庆典的时候 比较容易申请到进入 当时那个官员也很欢迎我们 给了我们很大的方便 但是未必时常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申请有时候我们也是要碰印去 但是我们感谢神 我们有机会去接触到了 也曾经好几年前 我带过这个青年团队 去过这个戒毒中心来传福音 我们几乎是两三个月 每一年我们两三个月就去一次 也带领到他们来信主 也是当时当中有官员 也是很方便的让我们进去 那是很感恩 因为开放的时候我们就进去 但是后来时候听说 改了另外的一批人 结果又是另外的一个传福音的 不会有反应的 其实是错的 当我们去接触他们的时候 才知道其实他们的心 也是很需要福音的 我们双西大年周围有不少的 这个孤独居家的晚年者 有些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家附近的邻居而已 他们很多是因为孩子到外国外地工作 留下有一些是老的双清 有一些是孤独的一个 所以这些当我们去走动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它是在我们的社区当中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低收入家庭 我们去分发物资 然后接触他们 然后呢 有机会在他们的家坐下来 跟他们谈谈 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管道 因为他们其实跟他们建立了关系之后 很多时候他们很希望 从我们所信的神里面得着希望 这几年教会和个别 我知道有些个别的会友 都有去做 所以但是我看到的就是 若要做得更好 更有影响力的话 需要教会联合起来做 才会在社区帮助到更多的人 双清大年也有二三十间的老人院 过去因着探访关怀这几年 我带着团队持续的到部分的老人院 做传福音的聚会 也可以引领到很多的老年人来信主 那么院方也看到我们教会有人去探访他们 然后我们也会送一些东西给他们 物资还有一些的捐款给他们 好像我们的长老过去给了我一些 去捐献给他们 这些他们都对我们教会 留下很好的这些的印象 看到我们教会有人去探访他们 有人去关怀他们当中里面的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么最后 等一下洪亮弟兄会和大家谈的是 网络媒体 让部分有网线的人或行动受限制的人 都可以通过新传媒管道 接触外界和教会 以上是部分本地常见的可服务社区的类型 有意服侍的可以联络牧师 很多事工要做 必须透过装备栽培 组织策划一起同工作 服侍神 爱人关怀社区 只听了道得到吉利 启发还不能做 还需要从根本的生命着手 平时就要学习爱神爱人 保罗在爱篇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过 能说万人的方圆和天使话语 却没有爱 只是明的罗 想的古 若有先知 讲道的本领 和懂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有大信心 有能力 抬山倒海 没有爱 你就不算是什么 和所做的是无益处的 目前 教会牧师注重门徒顺念 生命更新 友好见证 效法主耶稣 参与服侍和传福音 领人归主 各进其职 建立教会 有些事 不需等到我们很有钱 或特殊身份地位 才能帮助他人 而是要有真实地敬拜生命 最基本的是通过平时接触 与人友好相待 建立起 关系为常态 恩慈 友善地对待灵舍 因为爱人的 就完全了律法 万部先从脚下开始 我们若能从身边最近的社群开始 学习关怀 从小是中心 神将会引领走向更大的范围 接下来 我们看个短片 由台湾教会触发的义工 他们如何往向更远地 令个国际 社区 全体 非洲 祝福那边的社群 他们的鞋都会穿到变这样子 你看都已经破一个窟窿了 他的脚底 大家就可以想像是蜂窝 长在脚底板上 都是一个洞一个洞的软 我们在台湾其实很简单 寄几双鞋子 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 双脚溃烂的问题 监督李昂今天是来到了救学救命 他位于林口新株的仓库 他们基本上就是把民众捐来的救学 把他送到非洲给需要的人穿 你看到这个募集令才刚召开两三天 看到了吗 全部你看满坑满谷的包裹 这里面在估算了至少这两三天 就已经至少这边有上万双的鞋子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即使在疫情期间 我们台湾民众的爱心依然不解 那寄送包裹呢 每天他就会进来这边 然后开始用堆积的方式 那平常的量没有那么多 但是目击型 因为现在正是目击型 所以每天可能就很多的包裹 来不及这么快的整理 所以我们就先把他堆上去 所以你看后面这辆车就是 当然是送过来 那也是送的 对对对 他本身就很想要捐鞋 因为他其实有一些球鞋 只是因为打篮球 鞋帝模糊而已 还可以穿 他想说不要浪费 可以再做一下捐赠 所以民众一走进来 大概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边就可以收集鞋子 然后会有志工在分类整理 那基本上的分类就是分 男鞋、女鞋、铜鞋、衣服、背包 这样大致的分类 这个消息一出的话 大家里面都很支持 就都把 我有叫他们要先整理好 然后就是短袖的 高跟鞋不要 谢谢展览 曾经获选全国十大七年的杨又任 七年前就在台湾募集了五万多双旧鞋 送到非洲 援助因为没鞋可穿 染上沙藻病的非洲病童 以往呢在疫情前 我们在非洲就是孩子在学校聚集起来 村落整个聚集起来 一两百个人一起青沙藻 发台湾的鞋子给他们 但是疫情一发生之后 我们就没有办法群聚 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停下来一阵子 但是我们自己的社工跟我们说 我们千万不能停 因为这时间一久 我们发现饥饿的人还是饥饿 疾病的人还是疾病 有需要的人还是有这个需要 因为很多都变形了 看到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沙藻的状况 那他的脚跟手 都已经很明显的有溃烂 都已经很明显的有溃烂 这边是重症区 所以要个别的来做医疗 然后透过护士 然后今天是喜恩在做他的助手 所以他今天都在重症区 非常的痛喔 他一直在挣扎 你看他的脚 他的脚就是密集恐惧症 会很害怕的这种 他是非常严重的 他们的死皮已经厚到 真的从来没看过这么厚的 而且泡水也没有办法 怕药水没有 我刚刚从他的皮下面 就看到虫 看到蛋 沙藻最严重的是 当他从钻进你的脚底 开始孵蛋 10颗20颗 孵沉之后 他会扩散 他的扩散 其实不至于致命 真正危险的是 你的脚的伤口 你脚伤口外露的时候 开始有蜂窝性组织炎 细菌的感染 所有其他类似疾病 才会真正造成大的风险 他的脚底大家就可以想像是 蜂窝长在脚底板上 都是一个洞一个洞的软 他的软差不多直径 我刚拉出来最大的至少有0.5公分 那个住在脚里面 然后有好多颗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东非偏乡物资匮乏 近八成的孩子都没有携穿 甚至五岁以下的孩子的死亡率 达到四成 来自台湾的杨佑任 离乡背井来到东非 从木舊鞋开始 改善当地生活品质 因为整个经济环境 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话 其实生活欠缺的是许多东西 就好像我们机构 其实也不是只有给鞋子 讲老实话 我们也挖水井 我们也盖学校 我们帮助他们农耕技术的 这些发展 那换句话说 你要整个社区要发展起来 才有办法真的改变 他们的鞋呢都会穿到变这样子 你看都已经破一个窟窿了 那这边鞋子消耗量很大 所以因为他们就一双鞋 所以其实你的鞋子呢 在家里躺着 不如送到这边来 我们会当场就是要做一些 简单的检查 如果不符合我们需求的鞋子 要麻烦你帮忙拿回去 不好意思 对对 稍等一下 就丢了吗 可以还是 不不不不好意思 但我们其实如果很多的 不符合需求物质 对我们来说 其实会造成 在回收的人力跟成本上 会有很大的负担 民众轻送两大袋 二十双鞋子 最后有六双 不合规定 我们刚刚提到沙澡预防 所以这个拖鞋就不行 不是因为它不好或者不能用 而是因为这不是我们 募集的项目之内 那包括这样的洞洞鞋 或者是胶鞋 都容易在好几个月的海运当中 变成年年的甚至坏掉 非常容易 有些像是民众 他可能在家里面看到 非常好的鞋子 两三年没穿了 看起来很好 但是请帮我们在家里面 把它折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像他一折 像他就会看见 这双其实是不行的 那因为环保材质 因为脱胶 所以其实很多鞋子 放在鞋柜里面两三年 没穿的话 它一折就会整个就会坏掉 根据环保署推估 台湾每年至少丢弃 一千万双的运动鞋 因为鞋子是一般垃圾不能回收 只能送进焚化炉烧掉 如果状况好又不穿 捐旧鞋行善 让民众多一种选择 大家送的鞋子到最后面 都会穿在他们脚上 他们非常开心 所以那个过程印象很深 就是你可以体验 他们在遇见的困难 然后你可以看到 好像这些鞋子 原本在台湾是 就是没有人要的 在这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如果我们的爱 没有办法跨越台湾的海峡 没有跨越一颗海洋的话 那就表示我们这个是政治的爱 我只爱我这个政治群体 只爱我这个地理环境 规范里面的人 他出了这个政治群体 我就不帮助 那就蛮可惜的了 所以我想我们就是 不管是任何的政治群体 任何的地区 它的背景 我们就是 能够做的就尽量去做 不管是台湾 或者是国际 奇妙的爱 奇妙的爱 我们都会教我们的年轻人说 我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比较优 他们比较略 不要这样子 不要觉得说 我们是比较好的 你们比较差 我们来帮助你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去那边是 跟你们一起走一段路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了解你们 你们也可以认识我们 谈到末世预兆 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 24章12节说过 末日的其中一个征兆就是 因为不法的事增加 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 在我国许多 要违法犯罪的事 已经逐年的增加 贫困分别扩大的这个低收入阶层 通货膨胀 艰难的生活已经明显 人们的心 对很多的事情 都以习惯性的冷漠去反应 假如教会在这个关键的时期 更多的人走出去 看见并帮助有需要的周围人们 让人感受到基督教会的爱和温暖 那是荣耀神的事情 但是假如 教会连着爱临舍的精神 这最后的一道防线也丢失了 那实在是很靠近默示了 已故黄明道牧师曾经说过 一个信徒对于他视为的困苦人 能够加以连续顾念 那是证明他爱神的心是真实的 教会处在社区中 本身是社区的一分子 不要忘记 我们信徒也是神从社区 把我们招来蒙受恩典的人 信徒就好像路加福音十章 所说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中 得生命垂危 倒在路旁 被盗伤者 先被神的爱医治 被主的救恩救赎 被神力量扶持 得蒙救恩的人 求神帮助我们 效法主耶稣 在人群中活出爱的生命 用实际的行动实现信仰 不分背景 阶级以信仰 按着神给每一个人 不同的 你的能力 和你的才干 去关注那些 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 可能 你帮助五个人 可能你的能力 只是一两个人 或者是更多 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们真的 有按着 神的 爱和怜悯之心 去 关注这些 有需要的 住在我们周围的社群 透过各种服务 和不同的 关爱活动 在社区中 把恩典分享出去 发挥 炎和光的作用 我分享就到此 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安妮姐妹的分享 让我们来一起唱这首之歌 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让我们的教会的朋友们一起站出来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一群充满着内衣之民 他们要靠我领来往治理 必要荣耀我宝贵的民 主啊 醒起 主啊 醒起 建立教会 使我们靠 你建固 成为何一 你的尸体 在你爱此的国土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 他们要靠我领来往治理 他们要靠我领来往治理 并要荣耀宝贵的民 主啊 醒起 军力教会 使我们靠 你建固 成为何一 你的尸体 你的尸体 在你爱此的国土 主啊 醒起 建立教会 使我们靠 你建固 成为何一 你的尸体 在你爱此的国土 是的 我们要一起站出来 让我们的教会 越来越多人复事 越来越复兴 谢谢Andy姐的分享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讨论关于 新媒体的事工 来 大家好 我是洪亮 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做着社交媒体 我本身是一名前置的博客 所以呢 我的工作呢 就是上网 写稿 然后就是分享给大家 比如讲我去哪里玩 或者是我去 我介绍的一些产品 关于到 比如讲 家里有需要的东西 我都会分享出来 其实呢 新媒体事工呢 就是谁做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 就比如说教会 我们教会要讲 去发扬光大 要讲把神的话语 让更加多人知道 其实就是通过新媒体 再加上呢 现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也知道 这个新媒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比如说今天 我们大家都不能去教会 如果没有通过这个影片 没有通过这个live 没有通过这个youtube 或者是facebook 其实我们就已经 渐渐了远离了上帝 就是我们已经切少 就是好像 彼此交流 然后再加上呢 也很少听到神的话语 也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大年进新教会呢 需要有新媒体 其实新媒体是要做什么的呢 大年进新教会 所以组织这个新媒体施工呢 又是做什么的呢 其实呢 新媒体施工呢 主要就是要有拍摄影片 就是要有video editing 要有灯光 要有设计 其实很多东西 就是再加上电脑的东西 其实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呢 很可惜的就是 但是在幕后这一帮帮助的人也呢 很少 真的是很少 首先我们非常感谢 有Jason啊 Jeremy啊 中金啊 他们在这幕后呢 都帮助到很多 但是呢 我们的人力真的是有限 我们希望更加多 弟兄姐妹们呢 能站出来 能一起同工 能一起为教会付出更多 让我们能做到更加好 之前呢 我就有一只 啊 相信我 相信大家呢 都有很多的idea 希望家会做这个 做那个 做这个 每一次呢 我们把一些新的提议 提交上去的时候 我发现到李世卫都会问一样东西 都会问 啊 这样是不是你来做 当时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 每一次我们把东西提交上去的时候 李世卫都会问 为什么是我们做 为什么会是我们做 就变成是很多人 在提及 有很多idea 都不敢提交上去 因为当你提交上去了过后呢 李世卫都会来问你 是不是你来做 之后我去 啊 通过李世卫跟他们交谈之后呢 我发现一样东西就是 很多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idea 但是我们提交上去了过后 问题就是 教会没有人做 就好像今天 比如讲教会 也很想要把我们的教会呀 器材呀的东西 全部去改过 但是问题是 当去花了这一笔钱之后呢 谁又来去做这些东西 就好像新媒体 虽然 教会已经是 陆陆续续有在增加一些钱 再买一些器材呀 大家也看到的 哇 video camera都是新的 后面的一些 monitor 全部是新的 问题是 当 如果是教会出了这一笔钱之后呢 没有人做的话 其实我们 不管是有多么好的idea 其实都不能发扬光大 都不能让更加多人看到 都不能让更加多人知道 也就是说 为什么 我们需要有新媒体 就是有大年进信会的 弟兄姐妹们 一起同工 一起来合作 一起来做得更好 不管是新媒体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东西 都好我们其实都是要一起 然后才能建立整间教会哦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建立呢 当然新媒体的话 可能很多人说 哎哟我不会拍照 哎哟我不会摄影 哎哟我不会video editing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 就好像帮我们在 做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就跟Jeremy说 Jeremy 不然这个影片 你就来跟大家讲解 他就说他专业于 幕后的东西 就比如说video editing啊 教导课程啊 这些对他来说 他很专业 但是呢 他就觉得说 嗯 再如果在台前的话 就他就比较不适合 累我就觉得啊 这样就没关系 我们就都我们就一些啊 就一些配合啊 可能就是我来做 然后你就来帮我做 这些影片的 editing 其实真的是大家要一起配合的 如果说 全部丢给Jeremy做 或者是全部丢给我做 全部丢给Uncle Martin做 有一天我们都会觉得很累 真的因为这个做 我们都知道做主的工作 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呢 当大家弟兄姐妹 联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力量才是很大 但是只是一个人的力量的时候 真的是很小 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大年进行会 最近都有做一些啊 帮忙一些啊 凭穷苦的人啊 这些呢 都是在后面有一组织 一般人 教会 就像有人 奉献 有人出力 有人帮忙 就是因为有这一般人在一起呢 才能做到很大很多 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 大年进行教会的朋友呢 勇敢站出来 所以我 因为我在了大年进行信教会 很多年 真的是很多年 多多少少都三十多年 所以呢 我从小 我从小 就跟着我妈妈 就来大年进行信教会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 主日邪啊 然后就是来 来崇拜啊 然后我都会发现到一样东西 就是很多 就是来了 都是很安静 OK 很开心 然后就回家 然后呢 主要就是他们 大家都很和平 都和慕共土 但是就是 却少了 站出来一起同工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很想要 但是却不知道 我们的 我们应该不应该 其实我觉得说 不用说你担心或做不好 其实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是一起配合 就好像Zerami这样 他有最近 他都有开很多的课程 哎你不会video editing是吗 没关系我会 只要有你有兴趣 我可以免费的教你 哎你喜欢拍照是吗 没问题 我可以免费的教你 虽然我们不是拍到很专业 但是我们至少 我们有站出来 出一份力 就是为主工作 所以呢这个新媒体是工的 其实我要做的东西 真的是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 啊 大家可以看到 就不如像今天这个影片 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拍好的这个影片 OK 其实我们的后面的工作要说什么 第一 我们当然要拍摄啊 对吗 拍好了东西 影片了过 我们就要交给 video editing 就是要交给editor 去做一些影片去改 整个影片呢 我们去做到来的editor呢 不是说你这样放开去 整个影片edit好 就出来一个影片 不是 你要做一些剪接 然后有时牧师讲的话 我们要做一些剪接 然后画一些影片 你们有时会看到 哎 那些经文忽然间 固陷在旁边那些经文 这些东西呢 都是要有一个人 来专业人来做一个设计的 哎 sorry 当然不是有一个专业人 就是我们就要需要有一个人 来做一些设计 然后才来做出那个screen 当然还有就是唱诗啊 唱诗的话 大家觉得讲 哎 我好像很容易哦 唱而已啊 但是我相信 比如说艾莉有做的啊 Aben啊 Kelvin啊 其实你们在做这些的时候 你们都知道 就好像我有看到Aben Kelvin啊 他们为了要做这些线上的一些崇拜 他们就买了很多的器材啊 mark啊 plug啊 amplifier 其实他们都买了很多的器材 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很容易 其实我们后面的东西要做的东西 其实是蛮多的 但是 我们真的是能力有限 所以希望就是 啊 大家 就是一起来 站出来 就是一起的配合 OK 所谓的配合呢 你不一定说 我要做领唱 当然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当然如果是你的恩赐很多 你的能力很多 上帝祝福你满满 你可以做的很多 这个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哦 但如果你觉得说 哎哟我这个东西我真的是 啊比较不适合啦 哎呀电脑的东西我又不会啦 哎但没问题啊 可能你会弹吉他啊 你弹吉他的话 我们的其实我们的 啊一些的业队 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 就好像不如讲 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很多东西 我们上网的歌又找不到 或者是什么我们都找不到 可能我就需要 哎我要需要 啊一令来帮忙弹琴啊 或者是我找Kelvin 你可以帮我弹琴吗 或者是我可以找其他的人 来去弹其他的业器 这一些呢就是加起来 才变成一个看起来只是很普通 十分钟的影片 但是我们后面的配合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哦 OK 然后还有就是说 啊OK所以我们拍了影片之后呢 所以我们我们拍了影片之后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后面的东西要做 做好了全部之后呢 哎有没有这样简单哦 我们又要上载去YouTube OK有些人就不会用YouTube的 或者是你不会上啊 Facebook的那你要怎样去办呢 这些东西呢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不难 当然我要学习啦 当然你做好了YouTube又做好了Facebook 有没有问题啊对吗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把神的话语 让更加多人看到 让更加多人听到呢 一般的传统的做法就是 我们就是啊拿信 哎去一间一间分对吗 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做法 但是呢新媒体的做工呢 我们希望的就是通过这些影片呢 仍然能让我们大年进信会以外的人 也能听到神的福音哦 也就是我要怎么做呢 就是说就不如这样你今天可以看到 我有一个人开一个YouTube 或者是开一个Facebook 我们怎样让一个YouTube的一个影片 能让一百千个人看到 还是你的那个影片只是十个人看到 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你把一个影片放上去YouTube 或者是把一个影片放上去Facebook 看的人就是有限 就是那一个那些人可以看到而已哦 但是我们要讲把神的福音呢 所以这个又是我们需要做的东西 才能让更多人看到神的福音 也能看到我们大年进信会 我们牧师所讲的道 也能让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当疫情之后呢 是很多人认识大年进信教会 我相信我们其实 我们最近有想耶 我们最近有在做这个网站 当然不是我 我们就是有一般的同工 一起想要去做这个网站 当然你有 当然你在这方面你想要奉献的话 当然你在这方面你觉得你 很有兴趣 你想要协计 当然我们也欢迎你来一起 跟我们一起协计 做好这个大年进信教会的网站哦 所以大年进信教会的网站 其实主要是说什么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每天经过大年进信教会 都知道啊原来这一间就是大年进信教会 但是有哪一个人呢 知道里面是怎样的 我们的崇拜时间是几时 我们里面是有什么活动 我相信你问全部SB 你问你身边SB的朋友们 有哪一个知道 我相信很少人知道 甚至他即使他是基督徒都好啦 他也可能只啊 这一间我知道很久 但是我就是没有进去过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东西 所以从网站啊或者Facebook 或者YouTube啊 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就是让大家知道 大年进信教会 其实有做了些什么 我们做了很多 但是没有人知道 就等于是说 啊 我们做了很多的东西 但是没有知道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边呢 我们让更加多人知道大年进信教会 OK 大年进信教会 所以这个我们的网站来讲呢 我们希望就是啊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大年进信教会的历史 然后我们也让大家知道 我们所有筹备的东西 我们有什么活动 当然接下来呢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YouTube啊 Facebook啊 让更加多人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要做的网站 或者是我们要做YouTube 还有我们要做Facebook的方向 我们要有一个方向 就让更加多人知道大年进信教会 也就是我们希望 当疫情之后打开门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是坐满人 对吗 是坐满人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所以而且也可以看到是一些新面孔 我们一直以来面对的是什么呢 面对的就是 我们判畅不够人手 我们私会的人不够 我们谈看琴的人不够 我们很多很多很多都不够 就比如新媒体事工 我们现在算到来就是1234 真的是很少 为什么文教会这样多人 为什么这样少呢 其实我们我去看了其他的教会 我就好像大姐知道我是一位旅游博客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会走了 很多国家啊 然后我也去看到很多的教会 他们的不一样 所以很多的教会的话 你会去发现到 当你要站在台上 你要站在台上 是很少很少有那个机会 还能站到台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太多人要轮到我们 上到台上的时候 可能是几个月或者是一年过后 但是在我们大年进信教会的 反而就是我们发现到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些人 或是因为大家不要站出来呢 还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当大家当教会成长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到整个东西就不一样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同工 然后呢 再加上呢 我们在这个新媒体施工呢 其实我们要做的东西真的方向是很大 不管 只要是你会电脑 只要你喜欢拍摄 只要你喜欢你有兴趣做video editing的工作 都欢迎你来我们的新媒体施工 我们希望我们我都欢迎你来大年进信教会的新媒体施工哦 我们希望我们的新媒体施工可以做到更加多 我们也希望更多人听到福音 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认识大年进信教会 所以呢希望这个影片呢 听了过后不要只是听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人就是这样 很少听了过 嗯OK听到了 下个星期问他 哎牧师讲什么啊 啊 哎上个星期是哪一个牧师讲啊 对吗 就是这样 所以呢我不希望就是你们听而已哦 请行动 OK你们听了过后 你们请行动 OK你们可以联系我 联系牧师 联系Zeremy 或者是联系Jason Vinnie姐都没有问题哦 我们希望大家也可以站出来 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大慈爱 圣灵保惠师的感动 常与我们同在 知道永永远远 我们一起来唱阿门诵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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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